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八个字 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 破坏台海的现状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 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 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双方都有责任 谋求长远相处之道 不免 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 在变局之中 我会坚持原则 并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 负起责任 我也期盼对岸的领导人 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 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未来四年 除了国家建设的工程 政府体制的优化 也是非常的重要 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攸关政府制度 以及人民权力的各项 宪政体制改革议题 能够被充分对话 形成共识 对由这个民主的过程 宪政体制将更能够与时俱进 契合台湾社会的价值 而朝野都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 更应该优先来推动 在司法改革方面 上个任期 我已经实现了司法国事会议的承诺 让法官法 律师法 宪法诉讼法 以及劳动事件法 陆续完成修法 这都是改善司法体制的基础工程 但是司改还在转型期 现阶段的成果 和人民的期待 还有一段距离 我会继续倾听各方的意见 不会停下脚步 人民的不满 就是持续改革的动力 在未来的四年内 国民法官制度一定要上路 让人民进入法庭 担任国民法官 成为改革的催化剂 让司法体系与人民的距离不再遥远 更加的符合期待 赢得信赖 另外 所有的宪政机关 都要持续的改革的脚步 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 将在重新盘点后再次启动 包括成立一个专责的数位发展部会 还有与时俱进的调整各部会 让政府的治理能力 更贴近国家发展的需求 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将在今年8月挂牌成立 它将是台湾落实人权立国理念的里程碑 也是监察院转型的起点 我也会请9月上任的考试院新团队 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 检讨过去的思维 转型为称职的国家人力资源部门 培育现代政府所需要的治理人才 各位国人同胞 过去的70年来 中华民国台湾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 越发的坚韧团结 我们抵抗过侵略并吞的压力 走出独裁体制的幽谷 也一度走在被世界孤立的旷野之中 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挑战 民主自由的架势 一直是我们的坚持 自助助人 自助人助的共同体意识 也始终是我们的信念 今天我们的现场 有很多防疫英雄 我们有口罩 国家队的上中下游产业成员 请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卫团队 请站起来好吗 以及我们书院长带领的政府团队 请站起来好吗 谢谢 谢谢你们的辛苦 谢谢 请坐 还有没有在现场的各行各业的防疫英雄们 医护人员 油物人员 钥匙 便利商店的店员 以及问奖朋友们等等 请容我无法一一叫出各位的名字 但我想要告诉大家 七十年来 台湾可以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依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两个英雄 而是像各位一样 一起转动历史巨人的无名英雄 是因为有你们 台湾世世代代的幸福 安定 繁荣 才得以延续 我要向你们所有的人致敬 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英雄 蔡英文 跟赖清德 很荣幸能在此 接受各位的托付 能在这样的艰巨的时刻 承担中华民国总统的重责大任 我心中的压力多过于喜悦 不过我不会退缩 因为我有你们